可以上麥克 上麥克要搭配薯條嗎 素食店方便又快速 是不少外食族三餐首選 點餐時店員也會順帶詢問 需不需要加購哪些商品 但在這麼多的品項中 愛吃薯條的人 總是不忘再額外加點一份大薯 來犒賞自己 它的薯條就是比其他素食店好吃 通常就是一份 我都會加點薯條 這相對來說 算是台北市比較便宜的餐點 謝謝 來到素食店用餐 您也習慣加購一份薯條嗎 這看似不起眼的舉動 卻被經濟學家拿來作為 衡量美國經濟前景的重要指標 這項薯條指標又稱作薯條加購率 指的是消費者到素食店 點完主餐再加購薯條的比率 之所以被美國經濟學家 視為重要的經濟指標 在於素食文化在美國相當普遍 素食業的營業狀況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就業率和勞動市場 加上馬鈴薯又是薯條的主要原料之一 有助於美國農業經濟穩定發展 美國的話他們也是素食王國 有一家美國公司叫蘭威斯頓 近期它的一個銷售狀況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大幅成長 其實股價的部分的話也呈現一個非常高的情況 那顯示就是說美國民眾在薯條消費這一塊目前其實都還是滿積極的 全球最大冷凍薯條供應商市值150億美元的蘭威斯頓 在最近一季財報數據中 單季銷售額飆升至48% 更指出薯條的加購率高於疫情之前 顯現出美國民眾對經濟前景抱持希望 不過我國經濟學者則發表不同看法 認為美國消費者受到通膨所苦轉向吃素食 因為這是相對便宜的選擇 當美國民眾去吃漢堡還有加購薯條的時候 代表一般庶民的這種食物它的消費量自然增加 也就代表說可能他們就沒有那麼多錢去吃那種更高檔的食物了 所以薯條的加購其實代表更多的民眾跑到快餐店 尤其是像賣當勞 可能在其實這一類的商店在吃飯 其實並不是一個經濟正好的情況 就我所了解的這個經濟理論來做判斷的話 我是會把它看成是一個反指標 直接用這個來解讀美國的經濟 它的表現還是非常強勁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可能還是有點點小問題 一般的家庭它比較會到那個素食餐廳去消費 當我們所得比較偏低的時候 你會覺得吃麥當勞就已經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吳大任進一步指出 美國家庭債務在2021年第一季 達到規模17兆多美元 但今年第二季已經上升到20兆美元 另外信用卡債務年增率 接近20%規模1兆美元 當前很多的美國家庭舉債度日 而這些債務使得家庭消費能力受到限縮 有很多家庭 他現在因為通膨還有央行 就是美國是聯組會 聯組會的這些升息 其實都會使得家庭的支出不斷在膨脹 所以說你可以用在其他消費的部分 當然就會受到排擠 前兩年他們美國人是有儲蓄的 最近因為物價高漲 已經把他們的儲蓄給吃掉 再加上他們加薪幅度 沒有像之前這麼高 所以美國民眾最近都借貸的方式 在舉行他的消費 比如說美國的整體的家庭負債 現在是17兆美金 大概美國的基地居然收入 佔到六成七成 所以美國民眾前兩年是因為通膨 最近是因為信用卡卡債 或者是那個房貸率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生活支出會受到壓縮 薯條快餐文化 反映出多數美國人的消費習慣 但加購薯條是經濟前景看好 還是通膨影響消費能力受限 所享受的為奢侈開銷 或許無法一概而論 但對於許多美國家庭 有限的消費開支和預算來說 仍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TVBS新聞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